什么 王小飞提前离开了 阮民钱也没有想到 王小飞竟然采用提前离开的办法来躲避自己 不错 我们安排的监督之人 看到他与昆仑掌门说了一阵话之后 就离开了 昆仑派是大派 不会解读这件事情 这小子以为跑得快就能够逃离 真是笑话了 说到这里 阮民钱沉声道 列姐给我追上去 阮民钱也不参加交易会了 率先就向着门外冲了出去 看到阮民钱都已走出 五个带来的人只好围在阮民钱的四周 都别跟着我 全力给我追上去 老子必须把他干掉 阮民钱对着四个练棋八层的人命令着 听到他的命令 除了留有一人跟着他之外 大家都追了上去 这次阮民钱带了四个练棋八层的人到来 对于追杀一个练棋五六层的人来说 真的是足够了 就在他们追出去之时 在洞天出口不远处的地方 站着几个人 这次东海宫是出动了能够出动的高手了 苏震源叹了一声 是啊 本来只能练棋七层以下才能够对付一般的修真者 现在他们借着与各门派的关系 硬是提升了一层 用练棋八层的人去追击 四个练棋八层的人哪 韩林成也叹了一声 张盘龙这时也摇了摇头道 东海宫现在是越走越远了 东海宫随着向海外的不断开拓 网络了大量女弟子 我们有些门派 以取到东海宫的弟子为荣 现在他们对各派的渗透很强啊 你们真的不打算管这事 如果你们不管的话 可能与王小飞之间的关系 就真的没有了 听到张盘龙的询问 苏震远叹了一声道 东海宫的公主 已是向大家发出了书信 这次他们是下了决心 要杀掉王小飞 特别是妖姬也发了话 如果我们缠和进去 搞不好妖族也会到来 这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事情 听到妖族时 张盘龙也神情凝重起来的 海族也缠和了 不错 我们能做的就是 在高端层产生一些影响 不让东海宫过早派出 炼器八层之上的高手 这事只能看他的造化了 说到这里时 大家都叹了一声 没想到一个王小飞 竟然牵扯出了那么多的高手 王小飞知道软民前他们肯定会盯着自己 所以在离开时有意显露了身形 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离开了 出了小世界之后 王小飞展开身形 就向着密林里面飞速奔行而去 直到进入了密林之中以后 王小飞把六摇阵布上 闪身就进入到了六摇阵里面 然后王小飞把一个替身放了出来 操纵着替身向着前方 又奔行了一段 才让替身做出在打坐调息的样子 现在就看到来的是几个人了 果然王小飞还没有等待多长时间时 就听到传来奔行的声音 来了 王小飞把改造好的火箭筒拿了出来 他改造的火箭筒 由于修改了一些结构 除了弹头大 整个的身体显得就很小了 侧耳一听时 就听到传来三个人的奔行声 来了 三个高手啊 王小飞就显得小心了许多 很快 三个练器八层的人 已是来到了王小飞的前方 三个人的奔行速度都非常的快速 一下子就冲了过去 把后背露在了王小飞的眼前 咦 其中一人发现了盘坐在前面的那个替身 就停了下来 他怎么坐在那里了 有陷阱 陷阱个屁 他就算弄出陷阱 又能拿我们怎么样 三个人小声地议论了起来 不过看得出来 他们还是显得小心了许多 就在这里分散开来 打算从三个方向冲过去 是时候了 王小飞偷偷偷地寄出了一个隐符 然后闪身就离开了那个六摇阵 就在王小飞飞升而起时 手中的两只火箭筒同时发射了 如果是一般的人 两只火箭筒一起发射的话 是根本做不到的 但是对于修真者来说 握住这样的两个火箭筒 根本就没有压力 早就盯住了两个炼气八层的人 王小飞飞速地就打了出去 那两个炼气八层的人 整个的心神都在盘坐着的替身身上 根本就没有想到 王小飞会埋伏在右方 王小飞的突然袭击 就直接轰击在了他们的身上了 改造之后的火箭弹 可就不同于一般了 叠加的阵法 破真符能够破开生气防御 弹头中又是爆裂符 这三种都是威力强大的东西 叠加在一起的毁灭力量就太强了 哄哄 两声巨响之后 那两个炼气八层的人 直接就被王小飞的这两弹 轰得倒了下去 这时 王小飞又朝着剩下的那人 展开了轰击 你 那剩下的人整个人都惊住了 全身就感觉到毛孔 都在有着冷气的攻击 不过他也是一个有经验的人 身形一闪时 避开了两炮 朝着王小飞就扑了过来 太快了 毕竟是练气八层的高手 这人很快就冲到了王小飞的进前 大手一伸时 带着进风 这人已是抓向了王小飞 这时 就见王小飞往后一退 嘴角露出嘲讽之情 这人的身形再展 进一步地朝着王小飞冲了过去 哇 就在这时 本来很近的王小飞突然间消失不见了 就在这人一愣时 两声巨大的轰击声传来 他想要退走时 已是真气用尽 根本就没有了余力 哄哄 两声响声之后 这人已是同样倒了下去 随着这人的倒下 王小飞从六瑶镇里面闪身而出 刚才 王小飞就是退进了六瑶镇里面 这才让东海宫的这个高手愣住 看着已是死得不能再死的三个人 王小飞快速地展开身法 把三个储物袋都摘了下来 装到了身上 又把他们的身上再搜了一下 直到没有了任何的东西之后 王小飞把三具尸体一收 朝着远处而去 那替身可以有半天的时间 由于时间并没有过去 王小飞带着替身跑了一段之后 再次步上了一个同样的陷阱 就在王小飞离开不久 软民前带着那个丹尸 已是到了这里 咦 丹尸向着四处看了看时 眼里面就透出一种疑惑之情 于是 怎么了 对于这个丹尸 阮民前还是表现出了尊敬的样子 刚才有着武器的轰击声 这里应该死过人了 尸体呢 阮民前这时早就真气运转 把自己的全身护住了 担心道 会不会是他们中了买法 这里有奔行的痕迹 于子杰一指前方王小飞踩过的地点 怪了 其他的人呢 少爷 小心一些吧 于子杰提醒了一句 两人小心地向着王小飞奔跑而去的方向 追了过去 这里 很快 一具尸体就摆放在了路口 两人向着那具尸体看去时 脸色都变得难看了许多 那里 又一具尸体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 很快 第三具尸体也在那里摆放着 不好 他们都死了 一直以来 阮民前都认定了 王小飞就是自己的手中之物 就算是王小飞用火箭筒打死了他的两个手下 他也没有把王小飞放在眼里 对于热武器的改造之事 东海工也在进行 他们是非常清楚 改造之后的威力的 不过 正是因为知道 他们才认定 那火箭筒再厉害 也不可能击杀得了 练起八层的高手 正是因为心中明白 阮民前这次才带了四个高手前来 就是吃定了王小飞了 他们是怎么死的 阮民前第一次感觉到 事情并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了 于子杰这时低头去检查这三个人 当他检查了一个人之后 就说道 是被火箭弹轰杀的 可是不对呀 说到这时 于子杰一闪身就来到了下一具尸体前 当他刚刚弯腰时 让他心神狂震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他的背后 很近的地方 一枚火箭弹 重重地轰在了他的后背上 啊 残叫了一声之后 于子杰这个练起八层的高手 已是被轰得飞了出去 击杀了这人 王小飞的身形 于是显露了出来 微笑地看笑阮明前的 哼 我们又见面了 你 就在阮明前指着王小飞时 就见他手中的一个福气了出去 瞬间的时间 这里只剩下了王小飞和几具尸体存在 就在阮明前指着王小飞和几具尸体存在